Hello大家好,我是雅光先生,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影片呢,主要是想要跟你們分享我到 新創公司Pinko和PopDaily參訪的一個經驗 那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是有興趣的話呢 就記得繼續看下去囉,GOG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a feature is You'll find the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用戶,年輕的女生們都可以透過我們的App 或是透過我們的攝取等等,她過得更好 這是我們最終的一個生活,一個願景 在開始前呢,自我介紹的部分,我也放了一些我過去的經歷 那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我是修財經的 那我就覺得財經超爆炸無聊 就是我覺得我的個性可能就不適合 然後做可能跟面對人有關的一些工作 然後再來的話,我會覺得是 我不想要我的工作是很容易被定義的 就是要幫PopDaily去做真本啊,流量等等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網路上所有的網路的廣告啊 要怎麼樣去做,效益可以更高 那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是做這個 那後來呢,開始做了以後,因為流量會到一個天花板 那所以我可能想說,欸,開始要想一些新商業模式了 那所以在第二階段我都好像去談 我可能就有一些商業開發 就是大家很常會聽到BDDD這樣 那不是說你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你應該先充實自己 那充實自己以後,你會找到一些可以學習的對象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嘗試去跟人家去做學習跟教練 有限的情況下,然後時間又被壓縮的情緒下 他的可信性就是低的 所以其實,對於產品經營來說 我們就是要想辦法找到一個對當下 對當下的那個時間點有價值的好用 因為做這個也是這個一部分 就你,然後等一下我們流程大概會這樣禁忌 就你們全部寫,你會寫一些一些 裡面他的圖片有些是,正方形容件是長 無中女神 無中女神 那也先跟你們說,希望你們可以透過今天這場活動出了 可以更了結Pink Home之外呢 也可以跟自己身邊的同儕們多多交流 對,因為這些是你們以後出生會很好的朋友們 我們希望是可以打造國際的設計品牌 然後可以真實的壯大設計的生態圈 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技巧 S就是situation 就是你們要明確的描述說 你在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當下是什麼樣子的背景 是在哪一年 那一年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情 像是今年我在疫情的期間 那我做了哪些事情 I wonder where she hides Under her disguise And all the girls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na be And all the dudes you tryna score like it's fever She lives a double life Puts on her soul What's under that subtle smile We'll never know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the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the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Let me paint a picture I see they don't understand Feeling like Picasso Feeling like Picasso She pushing against my hands See you from around the world 好的新創公司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就是完全沒有想過我有一天可以走進去新創公司參觀 那我發現新創公司他們都有很多的共同點 像是辦公室一定要是整層的 那種整層的 就是讓人家感覺很寬敞 然後那種會議室都是透明的玻璃 讓人家不會覺得很有距離感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很喜歡訂那種好吃的飲料 或是那種健康的餐盒啊便當 就讓人家感覺耳目一新 那第三個就是他們很喜歡用Apple的電腦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那麼有錢 都可以用Apple的電腦 就是看起來就很高級 因為我是國粉 對 那第四個就是他們都會在那種大樓 就是那種辦公大樓上面工作 所以讓人家感覺就是很 就很高級啊對不對 好那我必須在這邊呢 感謝一下Pinkoi 我覺得Pinkoi他們真的很用心 像是這個 Pinkoi的貼紙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對焦一下 對像這些Pinkoi的貼紙 就很可愛 然後他還有準備給我們每一個參訪的同學 一個信封袋 像這個 那個信封袋 那信封袋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有這些東西 這些 這是他們的一些宣傳卡 一些DM 對一些宣傳卡 還有這個 就是他準備給我們的 就很有質感 就很有質感 好Pub Daddy也不錯啦 他有準備給我們那個紙膠袋 看一下 好看不到算了 好的還是很謝謝這次學生會幫我們辦的這個參訪的活動 那我必須就是幾點小抱怨一下 就是呢 因為我們就是坐遊覽車上去台北 那只要台南到台北就是四個小時嘛 所以這樣來回總共就做了八個小時的遊覽車 屁股都快要開花了 那希望下次可以坐高鐵 高鐵 那錢的部分我們就再想辦法 我們再想辦法 那我還想要許願一下 就是下次可以去KKBus 或者是像D卡 那些也算是新創公司啦 那感覺也是蠻好玩的 在這邊 希望學生會的人有聽到囉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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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